废田们,再不下矿,天就要亮了 作为老玩家,第一晚不下矿,会被新人耻笑的 开启连锁砍树和挖矿,八家致富才是首选 连锁模组真不错,我现在用一根手指头也能砍到一整棵树 可比光头强点多了 果然是最初次的牛马,多砍两棵,我们的木材就够用了 不好了,我怀疑我的鼠标右键是不是坏了,居然吃不了玉米 多个人嘛,刚露下来的玉米你生坑呀 熟野猪的吧你,玉米要烹饪后或者烤熟了才能吃 还真是讲究,我记得以前的玉米撸下来就能吃的好吧 你的脑子肯定是被僵尸啃光了 等我挖掉这个基站,咱们就出发下矿,要赶紧收集足够的材料 不是吧,这黑的是不是有点过分的呀,树和山,黑成了简影 妈呀,一不小心踩到野人的头了,应该不会惊醒它吧 牛马砍了三棵树,你倒是插几根火把呀 木黑跑路,也不怕摔死在峡谷 乌鸦嘴,已经摔死了呀,可是我明明看见下面有水的嘛 你能不能惜命一点,好歹珍惜一下我的心心里和 手里的伙伴省下来干什么 他的八字属刺客的,习惯了锦衣夜行,你小心他摸黑被刺你 总喜欢摸黑,还不知道打着什么鬼点子呢 你这个拉低度油的油管车,我劝你少造谣多挖矿 诶,这里有土块呀,挖几个就可以做炉子了 先做几只伙伴,再走错一把铲子,挖去,有野人 吃我一具无敌大石铲,嘿,我的石铲真厉害 呀,我怎么突然变去大了,难道是我的英勇激发了琴仙珠的力量 咬小的汽车人,陈谷吧,你们只能做青天素的小弟 少给自己脸上贴金,要不是我的神兽把野人压制到残血 你能成功收割,赶紧挖土块做罗者 不要给威震天称霸地球出后腿 两个幼稚的家伙,真无常物,竟还大言不惨 老师挖矿吧,我发现这个小谷中的矿洞可能不会太富裕 你们看,这里的露天矿洞中的铜矿非常稀少 而且你们看小地图,这不是富有矿场的地形 来都来了,学育而安吧,先收几个铜,做出铜稿 下到地下的矿洞,不一定挖不到矿慢 收集一些柠檬金来,先只在炉子里面放了木材 当燃料烧,有点慢 好说,有了连锁模组,挖矿不再是苦力,而是享受呀 炉子里的铜矿也够制作两把铜稿了 干什么,我好歹也是做了炉子挖了矿的呀 怎么铜稿还没我的分呢 你是擎天柱,我是卫正天 我们自来便是死敌,我干嘛要给你做铜稿 也行,咱也不是不能做 但是晴天柱小宝宝给你剔下了 你们都过来,我们就从这边下矿吧 先者,你不要走丢了,赶上我 我先去前面探探路 前期挖矿的时候,可以多挖一些能源碎片 给自己多斩几条命留着备用 这一期我可没有太多星星礼盒给你 你要学会自己斩星星 放心吧,该出手时就出手 打不过我会跑的 你们小心点,我这里有虚空使徒 我已经被他拿下一条命了 我看见你了,哇小师弟,你居然躲进了墙里 让我来,晴天柱不具一切黑暗是你 天啊,我真棒,居然把虚空使徒干掉了 这是晴天柱赋予我的力量呀 拖拖金手指,有没有 你可真有脸说自己真棒 大师兄拿命换来虚空使徒的残血 被你说成金手指,你的额头是真的能跑马呀 哎,说对了,大师兄就是我的金手指 给我星星礼盒,替我上罪杀敌人杀了,你羡慕呀 哦哟,这个是不是地牢呀 哎,这是地牢砖吗 我已经很久没用过墨镇材质包了 不认识了呀,我挖开看一下里面有什么就知道了 这是青石,不是地牢砖 不过在矿洞遇到青石可能是地下小屋 我们这边已经看到书架了 这样的小屋没有物资 除了可以当挖矿时候的暂时居所 没什么大用 好微信的小屋呀 有炉子有箱子 可以在这里包矿整理物资 连床都是现成的 可惜只有两张 我把这个炉子带走 说不定还能用上 你这个懒鬼,倒头作罪 这是威震天的床 你给我起来 不是,我的床呢 哎呀,我的背包太满了 居然没有捡到木床 真会气 两张床居然一张也没有捡到